目前,杨子和肖战合作的余生正在热播,卫视和网播成绩都独占凹头,让人感慨杨子的收视号召力一如既往,与此同时,他的新剧《长相思》也已开机,杨子又将进入下一个角色。 当日,杨子身穿牛仔裤连衣裙,手拎着小包站在台前,生涂状态下,他身量修长力挺,看得出个头不低,且颇为苗条,他和素日一样,以一头中发现身,看上去颇为清爽,面对镜头杨子落落大方,还配合品牌方的要求凹了好几个造型,一派相当不俗,因为品牌的风格有点孙女系复古风。 杨子的穿搭也往这方面靠拢,只是众人把焦点却放在了他的脸上,不难看出,对于杨子的状态往有一片吐槽,表示和素日不一样,太不自然,其实圣体之下能有这样的状态已经很不错,但因为对杨子的期待太高,所以有了落差。 当日,杨子在台上待了不久,便匆匆离去,步伐稳健,一派相当不俗,作为童星,杨子早在家有儿女时,便是红极一时的流量,时隔多年,他再度坐上流量之位,他的实力毋庸置疑,但在演技备受认可的当日,网友又将关注点对准了他的长相。 杨子没有现身,总能以来一番争议,其实,杨子从来不是靠外形出圈,而是以演技渐长,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,个人的审美也不一,还是希望杨子在作品中施展魅力。